Ain't nobody stopping me 這個大金銘村是很神奇地 他們找到一個很大的地方 搭了很多景 很多茅牙樓 很多制毒工場 其實很大部分的爆炸場 整個結尾都是在村上發生的 是用了在元朗一個50萬隻的地方去搭 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電影官司希望可以搬回香港 容易控制一些 香港搭過境非常龐大 有飛機的殘骸衝進村寨 還有爆車 還有反車 我其實覺得那個感覺是 好過在泰國發展 我們香港沒有這些樹 是種樹 那棵不是樹苗 富人看到那些類似的芭蕉樹 是種下去的 林小明先生 他給我看過這個景的計劃 我就知道 嘩 很長 很震撼 原來我的村真的大到這樣 由那條村的村頭 走到村尾 是要十分鐘的 即是有村莊 有一個很大的會社 被人開會 我真的覺得那裡可以做一個主題樂園 很熱 絕對是連氣的天氣 狀態完全覺得自己在泰國 真的 哇 我多得一點汗 這汗令我感覺到這裡真的是泰國 但是晚上也很熱 為什麼晚上很熱呢 因為晚上也有很多爆炸 爆炸之後 很多火在身邊 令我很深刻 就是那些爆破在你隔壁 你會完全感受到氣氛的壓力 槍重要是由手槍 到AK 到機關炮 都有 所以這個規模 起碼在我自己的影響生涯裡 是未見過的 我是未開過AK47 那些聲音 那些震撼力 那些後座力 我覺得是很難看 咔咔咔咔咔咔咔 沒有必要數 你盡開吧 我開槍幾百人 一按下去 那就幾千塊 那就幾萬塊 那就沒有了 規條上的問題 我們才可以做到 這麼大的環境 所以大家都在艱苦之中完成 我看劇本的時候 沒有幻想到 導演希望場景的設計 是這麼誇張的 我覺得這部戲 最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他除了動作 而長戲之外 他對警察和毒犯之間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有一個同角度的名寫 中飢出來 中飢去 中飢退